通常不准大概应该是 一个可能受止 第二个可能你碰撞 第三个可能它跑水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油干了 这有很多种的原因 那基本上我觉得手表都会故障 但是就看你如果比较爱惜它 比较保护它 它可能使用的期限就会比较长一点 那故障如果坏掉 就送来保养好就好了 通常来讲也不一定是遇到状况 比如说你的手表快了或慢了 你就可以拿来检查一下 那如果只是时间跑掉 我们可以帮你把时间调一下 那如果它真的是 你的发条出力都不好 当然就需要保养 那保养的部分 我们会包括帮你把坏的零件 生锈的零件或是磨损的零件 把它换新的 那换好之后 我会帮你把时间重新调校 你的时间可以走到 我们预期的这个时间 基本上 我觉得对手表就跟爱护车一样 你只要把照顾好 它的故障就会比较少 那对你的金钱的损失 也会比较少一点 像以前我们师傅也没有教 他如果觉得 你问他说什么问题 再洗一次 我曾经只表洗一个礼拜 他就叫你再洗一次 你某一个轮子的 没有去调整好 那你一直都没有注意到那个点 所以师傅也不想讲 师傅只是跟你讲说 你就再洗一次 那你洗了之后 你就会重新再检查 那当你很烦的时候 你不会去检查 所以到最后一次就是把心静下 从头开始 再检查一次 把问题找出来 然后再洗好 再装起来 这样就好了 每一次都是会有一个新的考验 所以修表其实就是跟你的心 自己在对话 在奋斗 你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怎么做 那你简单讲 我到现在还是在想说 如果你真的想这个行业继续做下去 你应该保持一个怎么样的心 是应该把当时学中表 这个很快乐的心把它找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